這次看起來國民黨是都撩擂 大軍壓盡 他們這麼有把握罷免案一定會過嗎 我覺得他們希望罷免案過 所以你光看他這幾天打的 這個都是仇恨動員 非常必要的條件 因為你只有仇恨才會讓討厭他的人出來投票 對 沒錯 那你說對於這個罷免的狀況來講 陳柏惟當然會比較不利 被罷免者都會比較不利 不是只針對陳柏惟 因為即使你做了很多的澄清跟很多的論述 頂多最可能達成的狀況是 就是讓相信你的人不去投票 就是不去投下贊成罷免你的票 但是不見得有那麼大的動力說 會去幫你站出來去投說 我們反對他罷免你 所以這本來就是投票行為裡面 選舉跟罷免最大的不同 那國民黨當然充分利用了這個態勢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事件 從一開始發動罷免陳柏惟到今天為止 你會發現那個訴求一直在變 也就是我覺得整個最讓我覺得特別很 我用荒謬這兩個字好了 就是說我們在選舉的時候選的叫做立委 我們沒有奢求選出一個聖人 但是最後在罷免的時候 我們卻有人提出來說 因為他不是聖人所以我要罷免他 這你會發現到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的問政表現 他的文字怎樣 這真的都可以被討論 我覺得因為 我覺得未來台灣可能會陷入到 在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罷免就是這樣罷免來罷免去這樣 有一陣子那個韓國瑜事件之後 那國民黨的一堆人就發起說 我要罷免誰 罷免什麼 這本來有時候罷免這個 有時候會成為惡鬥的一個工具跟手段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都說這是民眾可以被賦予的權利 可是我就講就簡影片到今天為止 我們今天在討論是陳柏惟在立法院的表現嗎 這兩天所有討論的事情 他爸爸以前做了什麼 他小時候 昨天我在另外一個節目 就洪宜哥那節目 還問他什麼疊肉還是什麼 我說肉帶是我小時候的共同記憶 那個轉角度 我小時候沒有肉帶這種東西 你們那時候的稱呼叫做 我們叫小瑪莉 對 三七啊 不好意思 我們鄉土用語就叫肉帶 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 對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 我一次開一千分 沒有沒有沒有 我講的是街角的那個有沒有 街角的那一種 這跟老闆說 我現金不夠 但是我可以請你幫我開一千分 不是 我小時候最有印象 那時候真的沒有開分 那時候其實就是大家最 我那個年代 就是大家就去買那個打火機 而且不是一般的打火機 是要那種啪啪啪的那種 我知道 對對對 這有共同記憶 插進去把電話 我們講說電話 電話就讓它秀到這樣 對對對 那如果今天這些東西 是我的那個小時候的成長 一個過程 到最後卻被拿來 要做很逗的檢視 當然有人講說 他是不是去賭博 他如果沒記 他是用證人的身分吧 對 他是證人 沒錯 他不是被告 對 就你會發現到 我們居然用一個 一個檢視聖人的標準 然後來談論一個罷免案 那我其實覺得 這對民主制度來講 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所以當然 我不希望罷免成為惡鬥 就是說到最後說 好沒關係我今天罷了你的誰 明天換你來罷我的誰 可是你會發現到 在這件事情上面 它呈現出來的是 我們在這個 所謂的社會標準上面 包含到有錢的人 去質疑一個 看起來沒有什麼錢的人 然後要這個人去說明說 你的錢是怎麼來的 或者我就是丟一個問號說 哇 你這麼的厲害 可是你卻忘記的是 在你背後你所有的那些 其實長期被人家質疑的 難道你覺得說 你們會覺得說 這些被質疑的那些 其實不是問題 因為反正我只要看到 一個新興的人 然後我就可以去質疑他 那就完全凸顯了 台灣在這個時間裡面 那個強跟弱 還有平跟負之間 長期的那個不對稱的 那個狀況 就在這些事件裡面 完完全全被凸顯出來 所以我真的只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你如果這是陳柏惟的人 你要不要用你的具體行動 去表現 這是你的選擇 可是從以前 從之前發動罷免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他已經是荒腔走板了 就他已經完全的把罷免這件事情 他真正賦予你這個權利的時候 他所要代表的意義 已經亂到了 是我居然用檢視一個聖人的標準 來看待這個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如果今天 國民黨陣營在發動罷免 就用這個案子 那國民黨一大堆有案底的 不用啊 就鹽寬恒 等一下我來補鹽寬恒 那是不是全部通通用這個的標準 那包含還有之前拿著鐵鏈綁在 那個立法院拍照的那一批 結果出去了 說回來說我也是立委 我還是立委 那些你要不要動一下 那個如果按照你的道德標準來講 那才可怕 那些才是應該要被認真去檢視 可是你們無視於那一塊 只為了說我要推動罷免的這件事情 把這些東西放大 然後強加照陳柏惟的這件事情 他當然可以被推動罷免 對 但是你的理由的正當性 如果今天的話延伸出來 就是說我隨便找一天 因為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這五天裡面他沒有提案 所以我就來說他不做事 這個我老實講這種這種的 段章取義到最後 能夠被他的支持者 就被這些推動罷免的人 支持者可以接受 那我老實講我覺得 他接受這種論述 或接受這種論點的人 你本身的民主素養 對我來講 我其實是存疑的 央視直接對朱立倫下指導期 這句話印象很深 他說要朱立倫不怕被抹紅 力推3Q30罷免案 把四大公投當作倒閣總動員 朱立倫曾經自己講過 他說把年底四大公投當作 對閣魁的不信任票 所以玉慧 中國勢力真的已經堂而皇之進來了 這個是這幾天我們看到CCTV上面 講的人是陳貴欽 就是現在鏡頭上面 這邊他跟主持人的一個對談當中 他提到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明明知道 我們前幾天曾經有討論過 那我知道在昨天其實葉原職 還有很多國民黨的人 他們就在講說 這些所謂民進黨或民進黨的側翼 你們想太多了 什麼國民黨 什麼為了什麼國安 為了在立法院裡面 國防外交委員會 如果把3Q罷掉 把林強佐罷掉 民進黨就會失去多數 怎麼樣怎麼樣 民進黨可以補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說法 他們現在 因為朱立倫是一個非常弱勢的主席 那在這次的選舉 居然是顯勝 這個我們知道張亞中 所以他現在在國民黨內急需立威 那他現在他的背後呢 有中共給他的一個幫忙 所以中共給他下的指導期就是說 你不要怕 你只要跟張亞中一樣 張亞中他下面的那一些 這個徒子徒孫們 現在就會倒過來來支持你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呢 你就是要不怕被抹紅 你就是要在3Q這一億 你要請全力 所以你看到朱立倫 有沒有照這個中國的做法去做呢 有啊他現在拼命去掃街啊 他藉著他這個謝票 然後去掃街 然後這個共產黨 這個宇曉老師最了解的 共產黨最會抹黑人的手法 什麼大官啊去嫖妓啦 然後去貪污啦 這些就是 對 包養小三啦 那這些最低劣的手法 那這些都是共產黨的慣用的手法 他們現在把這一套 全部套在陳柏惟的身上 這一套現在國民黨 是不是就是在用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朱立倫正在照著共產黨 給他的劇本來演 如果說在10月23號 那3Q真的是被罷掉的話 這一戰我覺得不是陳柏惟個人的失敗 也不是台灣激進黨的失敗 也不是民進黨的失敗 而是台灣整個的失敗 因為國民黨的朱立倫 會利用這一次的所謂的勝利 所謂的勝利 他會接著激起直追 他會再接著要罷免的是林長佐 再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罷免 讓國民黨本來已經趴在地上 然後他現在可以藉由跟中國共產黨 靠攏的一個方式 在台灣再吸到共產黨的奶水 再在台灣繼續作亂 所以他現在是兩面作戰 一方面呢是要罷掉了3Q 要罷掉林長佐 一方面呢是要癱瘓整個台灣的議事 要在立法院裡面讓所有台灣 現在我們關心的防疫 他要讓你的預算不過 那他要讓你五倍券呢 你整個的這個國家的進度呢 全部都在立法院的議程裡面 全部都被癱瘓 所以他的戰鬥欄我就講過 他的戰鬥欄的目的 就是要把台灣佔到爛 這樣子的國民黨 現在是不是完全照著中共的劇本在走 你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之前告訴大家 只不過是覺得 因為為什麼這個朱立倫 喜滋滋的拿到習近平 告訴你說統一的這個賀寒 你竟然沒有大聲的出來反駁 你還告訴他求同遵義 而求同遵義在中共方面 竟然一點聲音都沒有 還四個字完全消失 所以你現在你從這個禮拜 你看到他對於3Q 極盡全力的全面抹黑 這個完全說謊 你就知道他現在是 把共產黨的那套路數 完全的使出來 所以再加上這個海峽兩岸 這個節目 你就知道說他背後的 淫污者是誰 真正在背後操控國民黨 操控朱立倫的是誰